这是绣球花 macrophila 是那种大头的绣球花 有大紫色啊 粉色啊 我们今天测试一下 这是种在盆子里它 我们测试一下 它对阳光的反应 准备 这个可能是两天前浇过水 水分是很充足的 现在是早上八点半 我制起了一个小相机 看一下它对阳光的反应 这里的阳光基本上从八点多一点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十点半 两个小时过去了 这个已经开始发粘 而且我的相机也非常烫 刚给它换了一节电池 我们继续观察 现在是十二点半 阴影慢慢上来了 我们看看它阴影上来以后 会有什么反应 今天不是特别晒 就UV不是最强 天空有一点点薄薄的云 所以它就没有晒的最厉害 和前几天特别晒的相比 捏的还不是最厉害 但今天温度高 今天最高三十度 前两天也就是二十七八度 高一点 但是在太阳下面 温度还是蛮高的 现在是一点半 这个绣球在半段时以前就没有阳光了 现在完全在阴影里 现在是四点 也就是说它这个在没有阳光照射情况下 已经三个小时了 没有给它浇过水 还是两天前两三天前浇过的水 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恢复 像这个叶子还有一点点蔫 但是大部分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 仔细看一下呢 这个叶子有晒伤的情况 这个不是今天晒的 是前几天晒的 阳光特别充足的时候 晒伤的 今天还算好 虽然温度高 但是它的UV没有那么高 好 总结一下 这个盆栽 这个一个很大的盆子 大概有十加仑 里面的土壤的结构 也是非常保水的保湿的 从早上八点到中午一点钟 这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日照 然后一点以后呢 就是全是阴凉 它大概在经过了三个小时左右呢 恢复正常 日照充足呢 是它开花旺盛 一个重要条件 没有日照呢 或者缺少日照呢 它的花就没有那么多 所以如果早上有一点点散光 有一点点散光 会比较理想 它就不会粘头大脑的 它粘下去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自我保护 避免水分过多的散失 如果您对这个小实验有任何想法 或者是任何建议 欢迎分享到我下面的留言里 这样的话更多人 或者是至少我吧 我可以希望学到更多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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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